我覺得目前中國大陸或者是美國 他們可能有個研判 他們認為現階段普京還沒有打算 要 要開始談判 因為我覺得 接下來 我覺得可以觀察一個是馬利波附近 戰況的發展 我覺得普京跟俄軍現在可能在等 希望說我在馬利波跟烏東地區的 戰 作戰態勢 如果變得對俄軍有利 這個時候俄羅斯說不定會願意 比較願意談 第一個 他拿下了 第一個就是他拿下馬利波 就等於控制了亞素海北方 就打通了克里米亞跟俄國本土之間的路上交通 第二個 拿下了馬利波 也就代表他消滅了亞素營 這樣子普京所講的去納稅話 他對俄羅斯內部就有所交代 那如果能夠進一步把烏克蘭在烏東地區的一個 大概有十到十二個旅的兵團給吃掉的話 那所謂的去軍事化 他對內部也有交代 我覺得現在普京可能是目前戰況的發展 讓他對 如果這時候收手 讓他對內無法交代 那如果拿下來馬利波 又控制了烏東地區的話 對他的核心目標的訴求 他也創造一個絕對有利的一個條件 所以我覺得當這個方向的戰況好轉的時候 普京本人才可能比較願意談 因為剛剛那個前蘇聯軍開始講說 俄軍用GPS 這可能有點錯誤 因為GPS在俄國是民間在用 俄軍是用他們自己開發叫格羅納斯 所以我想他講的應該是說 也許俄軍那個格羅納斯的接收器的晶片 可能有部分是來自臺灣 是 就是說喔 那個亞素營納粹那個 當然普丁可能達到幾個目的了 第一個所謂去軍事化 也不需要你講的 因為你的軍事機都被我炸了 但你說炸得差不多的時候 你就去軍事化了 那 那看來這個 責任斯也說加入北約 看來也不太可能了 所以目前也很難 北約這時候接納也 大概也不會 所以他已經達到他幾個目的 但是去納粹的話 到底烏克蘭什麼納粹 就是亞素營的問題 我是說真的是納粹嗎 真的是去殺 要壓迫誰 主要是在亞素營裡面 有些極右端的民兵 亞素營他算是一個 他現在大概是一個伴侶 大概一千到兩千人 那他其實已經蠻正規化 因為他的部隊裡面 他除了他部隊名義有戰車 有重武器 他有接受烏克蘭軍政府的一個支柱 只是在亞素營 烏克蘭政府支柱他幹嘛 殺烏東的這個俄國人嗎 因為在烏東地區 他們要用這個力量來對抗 在烏東地區親俄分離分子的民兵 那最主要是亞素裡面有些團體 也不是全部 他們曾經公開展示 他們部隊上有納粹的標誌 有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武裝輕衛隊部隊的對揮 然後也據說他們曾經在烏東地區 對於當地的惡意民眾 有一些比較殘暴的行為 所以那這些行為 現在就被俄羅斯拿來當作 所謂的納粹化的一個象徵 那另外普京 俄羅斯一直很在意的 其實在烏東地區 在烏克蘭的南部東部有很多的民眾 其實是以俄語為語言 但是之前烏克蘭政府有推一個就是他們要把烏克蘭語變成唯一官方語言 那這個政策推動的一個結果 會讓在烏克蘭東部南部這些說俄語的民眾無法再進入政府體系 那這個也變成俄羅斯拿來攻擊烏克蘭的一個象徵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